美国承认耶路撒冷是以色列首都触发的怒火持续燃烧 8万穆斯林在印尼伊斯兰宗教理事会号召下 星期天从雅加达民族纪念碑公园出发 游行3公里到美国驻印尼大使馆前示威抗议 示威者高喊美国是敌人口号 并高举巴勒斯坦旗帜 谴责美国侵犯巴勒斯坦权益 破坏中东地区稳定和平 伊尼伊斯兰宗教理事会秘书长阿巴斯 随后代读宗教司的请愿 呼吁穆斯林不要购买以色列和美国货品 直到美国撤回决定为止 这也是在特朗普宣布争议性准备的 决定后印尼第四场也是规模最大的一场示威活动 为了确保活动顺利进行 当局共触动两万军警维持秩序 现场更设置铁丝网 阻挡示威群众进一步逼近大使馆 幸好示威过程和平 没有演变成冲突